近日,青春有你三的选手于景天在训练的时候突然昏倒,随后也被立即送往医院医治,接到消息的粉丝后援会也是马上和公司节目组联系核实真实情况,最后的答案也是说情况属实。 余景天本人因为长期的连续性高强度工作,睡眠时间也不足,每一天都在练习室里排列舞台表演,最后身体达到最大的极限,才导致了此次的昏倒事件。 并且后援会还告诉大家,余景天现在已经醒了过来,身体也没有什么大碍。 网络门知道之后也是非常心疼这个孩子,都让余景天要养好身体之后,再重新回归到青三的舞台上来,并且还让他放心,他的第一名一定会帮他守住的。 不得不说,从上周的青三舞台表演来看,余景天和罗一舟的PK还是很难分出胜负的。 虽然,上次的公演表演当中,余景天小组的VUP最终以微小的差距夺得了第一名,并且也成功的拿到了助攻值的加成。 但是罗一舟小组的驯化者舞台也不赖,并且罗一舟的舞台表演也是一目共睹的。 不管是表情管理还是唱跳方面,他和余景天的实力都是一样的强。 此次的身病对于余景天本人来说也是比较坏的消息。 很多网友也认为,这次的昏倒也有青三节目组的一半原因,对于里面的学员都比较苛刻。 而且在录制节目的过程当中,难道就没有发现余景天的状态情况吗? 其次,节目组作为时刻都在录制视频的人,在看到余景天每天都如此高强度的训练,不应该提醒一下他吗? 当时的评论区里,有一半都是指责节目组的。 其实,对于该事件也不能全怪节目组。 了解余景天的粉丝都知道他有多拼命,才年仅18岁的他,不仅每天要信任唱歌跳舞之外,他本人还要利用课语的时间来上网课学习。 在节目采访其他学员的时候,他们也是一致认课,余景天是每晚最后睡觉的人,甚至每天都只睡半个小时,这样的生活状态肯定是会晕倒的。 同时在节目上跳完舞蹈的他,立马就躺在了地上,气喘吁吁的对着老师说,老师,我可以躺一会儿吗? 等到老师的肯定回答之后,也是马上睡了过去,看得出来他真的是把自己撑到了最大度,不然也不会这样。 这步,马上就网友扒出了,真正有你三训练生们的上下班时间表,在表中我们能够清楚的看到,练习生们几乎是无时无刻不在录节目和练习,而且基本都是凌晨四五点上下班的阴间作息。 战节统计的罗伊州训练时间,更是将近三天三夜没有完整的休息过,当然,我们还能从选手的后援会和粉丝团,包括战节的口中得知,在大场的部分选手身体情况非常的差。 明明都是18岁到25岁的青壮年,正是大好时光精力充沛的时候,但是练习生们几乎都是轮番倒下。 除了雨景天,因为疲劳过度晕倒之外,罗伊州淋巴结缘发作,肌肉拉伤,长华森跳舞跳到膝盖积水,算一号的脚腕扭伤,出门需要人搀扶着走,握着背着,刘冠佑累到发烧,断心性未病发作,不堪淋巴炎困扰,出门就义。 很难不说,这次青春有你三的训练生是来历劫的吧? 其实我们都明白,在这半年里,练习生们除了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和金钱,在节目当中争取尽头,同时还要在极其短的时间里学会高难度舞蹈。 这还不是最重要的,关键是,这些舞蹈不外乎都是寒舞改变,有高强度的弹跳和上下舞动的动作,光是训练几十遍就已经筋疲力尽。 更何况,成员们还要练习走位,也就是说,只要有一个成员没有在场,就相当于是在白白浪费时间。 因为一个组合一上舞台,所有的弊顿全部都将显现出来,不愧跳,忘记动作,滑水等等,被粉丝看得一进二住。 加上没有配合,没有刀群舞,更是会被外人嘲笑讽刺。 高强斗队练习,加上时间非常短暂,所以有的地方都有镜头,不能随意发泄情绪。 这是导致选手们生病的最主要的原因。 据说,隔壁的创造营2021的盒饭,一天需要138元人民币,这价格可一点都不实贵。 并且是食堂有什么,选手吃什么。 据爆料,当年青春游女的练习生都说,如果自己领盒饭去玩了,那些饭都有味道了。 所谓吃的苦中苦,放为人上人。 练习生们虽然吃的不好,没有手机,但是却能苦中作乐,互相帮助,也算是一次磨练和锻炼。 但是可练习生们最好还是优着点,不要过度的透支自己的体力。 毕竟就为了人生当中一次小小的跳板,不至于落下终身残疾。 有些恨不得出门坐轮椅出去,回来让选手背着,这种连累了别人,更为难自己的行为,在大家看来大可不必。 虽然青春游女三如今已经临近总决赛,但是出道威的选手仍然让人难以猜测。 因为在第二次顺位公布时,就有很多原本在出道威的选手跌落,而魏宏宇更是出人意料的被淘汰。 由此看来,不到最后一刻,谁也不能够掉以轻心。 最近就有人爆出了三公之后的排名,果然排名又是一次大换解,在爆料的排名当中,余景天再次蝉联第一。 可见一直以来,他都是最稳定的选手,毕竟一直能够稳坐第一名,除了出众的实力,还有他鲜明的个人特色,以及独特的个人魅力。 郭军期待他会不会追踪C位出道呢? 而上次排名第三的孙玉航,这次却掉到了第七位。 这样的撒滑未免有些意外,也让粉丝感到危险。 毕竟有段宏宇这样从出道位到被淘汰的前车之间,可见粉丝们还是有不能有丝毫的放松啊。 据说,唐九州这次虽然排在第四,对唐九州排在第四很惊讶的原因是因为, 他从参加青春游你三以来,就几乎稳定在第五名。 第一、二次顺位排名,唐九州也是第五名,被大家调侃说是万年老五。 这一次唐九州获得第四名还是很惊讶的。 如果唐九州最后以第四名的成绩成分出道,也不错。 作为乐华娱乐今年最有希望出道的选手,唐九州应该会搞得出道的。 在上一次舞台的时候,唐九州还被导师整体表扬。 导师说,唐九州的各方面实力都进步非常多,可能唐九州一直被嘲笑说是畅敲废物。 刷刷实力配不上他的排名。 但是唐九州现在的舞台实力确实进步很多,并且还得到了导师的认可。 当然,在他实力进步的同时,粉丝数量也上升,或者说粉丝投票的能力也提高了。 在上位圈,名字想要进一步还是很困难的。 唐九州来参加青春游你三的时候实力非常糟糕, 因为在此之前,他并没有结束过唱跳。 但是在节目当中,几个月,唐九州的实力还是提高不少。 目前,节目还没有结束。 相信到成团之夜的时候,唐九州的实力还会再上一个台阶的。 唐九州的粉丝目标是想要争一争C位。 目前唐九州是排在第四名,粉丝们冲一冲前三还是有希望的。 唐九州冲一冲前三名还是可以的。 但是目前来看,真随位还是有难度的。 当然,唐九州这次摆脱万年老五已经是很大的一个进步了。 粉丝们和唐九州都努力了。 到如今,唐九州的实力整体被导师表扬。 唐九州的粉丝们也终于体会到养成系的快乐。 因为确实,唐九州就是养成系的。 当然,要恭喜唐九州终于摆脱万年老五的称号。 希望总决赛的时候可以获得更好的成绩。 刘光佑此次排名第六。 这也是他首次进入出道位。 他是给人不小的惊喜。 一直以来,很多人都认为他是被嘀咕和埋没的。 有这样的成绩想必支持他的人也是相当的欣喜和欣慰了。 相比于前面提到的选手李俊豪和刘俊的状况才更让人担忧。 在上次顺位发布的时候,李俊豪就跌出了出道位。 而在这次爆料的顺位排名当中,他仍旧没能进入出道位。 可见,想要重回出道位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。 他的粉丝们也要加油了。 否则他只能无缘出道。 面对相似情况的还有流卷,这次他也没能够进入出道位。 上次他跌落到第九名可见就已经是一个危险的信号。 不过作为公认的舞蹈天花板,如果不能够出道还是有一些可惜了。 当然,现在正式的顺位还没有公布,比赛也没有结束,他们还有机会再冲刺。 你认为最后哪些选手能够顺利出道呢? 你支持的选手现在排名又如何呢?